我们有一个容器,就是这个HASIO这个Audio这个容器 它的资源呢,会把你的小的R2S或者R4S的资源顶满 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我们的OpenWrt底下流畅的运行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如何在OpenWrt底下安装HASIO 那么有一些朋友呢,他就搞不明白什么是HASIO,什么是HASOS 那么我借这期节目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HASOS呢,它带一个OS两个字 OS的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的意思 也就是说HASOS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如果你装了HASOS呢,你就不能在上面安装其他一些你想要的东西 HASIO不一样,HASIO是可以安装在你现有的系统上 虽然呢,这两个都是Docker形式 但是HASIO呢,运行起来呢,扩展性就比较强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OpenWrt底下安装HASIO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R4S的一个NanoPi 这个小的软路由呢,现在也是比较流行 大家手里可能都会有R2S或者R4S 这两种呢,安装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之前有一期节目给大家介绍过了安装方法 那在这里呢,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介绍了 那么我们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看我们的OpenWrt的Docker的选项里面呢 就会有一些容器出现 大家看,我现在已经安装了14个容器 有13个容器在运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容器里面 这就是我们HASIO自动安装的一些Add-on 然后这是我在OpenWrt底下运行的这个Home Assistant 然后跟这个HASIO的区别不是很大 唯一的区别呢 我们是在这个Supervisor里面 可以看到系统选项里面 这儿有一个位置会显示 这个是一个不受支持的安装 这个没关系 使用起来呢 跟这个我们HASIO基本上是一样的 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有一些朋友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一个容器 就是这个HASIO这个Audio这个容器 它的资源呢 会把你的小的R2S或者R4S的资源顶满 一般是在我们在这个状态位置里面会看到 它会把内存一点点吃掉 直到你的把你的机器所有内存吃掉 最后你的整个OpenWrt就死机了 然后同时我们在下面的进程里面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进程都在重复的复制自己 重复的启动 所以我花了点时间呢 研究了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呢就是一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我们在系统里面有一个启动项 启动项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面加一行 加一行 加一行代码 在这里就可以了 那我们是不是加完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运了呢 不是 如果你的Supervisor进行了自动升级 它在后面升级了之后 有一些修改就变回去了 所以你的机器呢 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了 你马上重启一下 你把整个OpenWrt重启一下 这个脚本还是生效的 但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计划任务里 也加一条 也加一条刚才那个命令 也加一条这个命令 让这个计划任务定时的运行 然后呢 这个命令呢 也跟刚才的命令是一样的 我会把这两条命令呢 贴到我的博客上面 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而且又非常想解决 在OpenWrt里运行SIO的问题 大家可以去我的博客 去把这两行抄下来 或者你直接从我的视频里面摘录也可以 好 那今天呢 主要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让你的SIO里边的 Audio这个容器变得正常 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